从工作上的默契知己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 我也知道你想要什么 到生活中的精神支柱 我怕我办不到 你能的 你一定能办得到 余家白家新感情 就在本期新科见 缘分就是这么微妙的东西 来的时候挡也挡不住 我和余大乐的缘分 是怎样的呢 听我给你慢慢道来 刚才那份是修改前的图纸 这份才是我修改过的设计方案 你刚才提出的问题 我在上面已经解决了 白燕的工作能力非常强 他们俩在工作上 更像是知己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 我也知道就你想要什么 比较有默契 一看余大乐对白燕评价极高 然而在白燕心中 余大乐的形象一度低开高走 他是我上司 当时对他还挺反感的 因为他有点事 就两个人有些矛盾 所以开始两个人是有一点 就是不对风 应该你就是孩子他爸 后来看到他电脑什么的 发现他就是余大乐 在那个时候呢 两个人的矛盾已经开始弱化了 就发现这个人还挺爷们儿的 挺有担当 挺有人格魅力的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 那就什么都不要说了 反正缘分这个东西啊 本来就是妙不可言的呀 虽然余大乐和白燕互相认可 但是横在他们面前的问题 却无法忽视 我是一个离过婚的人 对白燕特别亏欠一些什么 他们俩年龄呢又有悬殊 生活方面呀 他们俩就是大不上 我是个离过婚的人 年龄也比你大 还带着个孩子 我真的配不上 你要说这个的话 那我们就换个话题吧 有过家庭 有小孩 年纪吧也比我稍长一些 他可能觉得不太适合我 他心里肯定是喜欢我的 所以他有一点 不是那么勇敢豁得出去 顾虑比较多的 一个中年老男人 虽然你离过婚有孩子 但是我不在乎 我觉得我只要跟你 在一起快乐就可以 但是呢牵扯着孩子问题 我的前妻就不得不出现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你眷恋的东西 全部都找回来 不好意思 喂 好多时候就我俩比方说 在吃饭啊 在逛商场啊 来电话了 我前妻的电话 是为了孩子 可能白眼觉得 一四两四无所谓 但是真正生活到一起了 次数多了 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的心情 包括将来以后 两个人会走到什么地步 会有影响 我觉得 我们俩应该促成父母相见 不管结果怎么样 最起码不能再让他们二老 再留有什么遗憾 也因为父母的事情 于大乐迟疑了一些吧 想着要先成全父母 他们毕竟年纪这么大了 然后身体又不好 会说我怕我办不到 你能的 你一定能办得到 为了妈妈安度晚年 我们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我们之间因为说好的 就是希望把父母 在父母的事情处理好之后 再谈论自己的婚事 所以说我们俩有一个约定 就是在我们的父母 还没有完成最后的结果 到底该怎么样的时候 我们还是先不要谈论结婚 你妈妈已经跟我爸 说了她的病情 说她怕脱雷我爸 但我爸还是坚持要娶她 后来他们也没说 一定要在一起 还是不在一起 他们两个就很默契地 就是先去完成父母的婚礼 先为长辈着想 把他们都安排好了 安顿好了 然后再说我们的事情吧 还请您继续追剧 我是杨风 更多剧精彩 就在新推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